那是說到西新区這件事 對著一般的民眾來說 是做到最簡單的一個生活習慣 但是對著長期必須要躲在民村上的士林家來說 就是一份需要鑽壓的工作 所以天主角、聖廟、福利基金會 是要來引進日本的經驗和設備 設立全國第一座的沐浴福祉教室 在30號是來基行到到無欺用的議席 未來每一年將婚人250名的學員 提供600人住士林家 雖然辛苦的購物 基盤透過鑽壓的教學技師 讓更多的 當季就在民村上的士林家可以來收費 港議館第二座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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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港議館市擁護基格30位的來購物 也作為加入提供行列 誤會人員在基金會的說明之下 參觀告示內地各行設備 中華巡邏基金會 也安排六年都沒有生身座的士林頂部 韓爺爺親自來天爺電動香港入郵的正地泡澡的後部 和阿公笑得很開心 一個好的一個社會福利的國家 應該很好的把這些社會福利的這些事項做好 那特別謝謝這個聖母基金會 中華聖母基金會他們是第一個發起的 也謝謝很多社會公益團體像JTI 有很多團體他們在後面的一個幫助 讓這些社會福利可以慢慢去推動 因為台灣現在有78萬的老人 失能老人 所以伯伯今天很高興 今天洗澡洗得香噴噴的 哈哈哈哈 這座沐浴福祉教室是以降以期 姓媽立場便會讓你值得 是再來第一間的鎮壓沐浴照護訓練機構 在到時裡面經濟台灣長期照顧輸給 當時引致日本40年的經驗 9分為居家式沐浴、機構式沐浴 以及到宅沐浴車三個舊學校 設立到航山進的洗澡和三位照顧輸給機構 未來本來對上衣無情適合老人 那就是等級照顧的學校科學 以及在第一次 直接提供服務的等級照顧輸給機構 機構向服務提供單位優先 未來剛才負擔到高校的素兵計畫 在高校之餘的機構也將對我開放 在服務的家庭、婚臨還有台南地区 失靈的定位 可以提供600人住 最辛苦的服務 最新新聞總共民王先生 三更以期 蔡宏博德